字幕提供 我們來看第九題 設AB為時數以至不等式 3S-A的絕對值小於B的解為負二 小於S小於4 求AB的值為多少 又題目是呢 那麼首先我們就來解這個絕對值的不等式 所以題目說絕對值的不等式3S 那麼減掉A小於B 那所以呢 因為S前面的係數呢 是3是以至 整個絕對值呢 我們把它去掉的時候 那麼就得到的是3S-A 就會小於這個是B 那B是正的 因為呢 這絕對值是正的 那所以呢 就會大於-B 不等式呢 同時把它加A 因此我們就得到呢 是3S小於A 把這個A移過來加A 所以得到呢 是小於A加B 那麼就大於呢 A-B 那麼這裡是3S 題目給我們呢 它的答 它的解呢 是-2小S小於4 那麼因此呢 我們就把這個乘上3 所以得到呢 是3S小於 那乘以3 這裡就變成是12 那麼-2乘以3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得到是-6 那麼因此呢 這兩四相對的比較之下呢 那我們就得到A-B的值 就等於呢 -6 A加B的值就是12 所以呢 A加B的值 我們得到呢 是12 這兩個四值 我們來撿呢 連一方程式 所以這一四呢 叫第一四 這一四叫做第二四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把第一四 那加上呢 第二四 所以相加以後呢 這裡是2A B就消去啦 所以等於呢 12加上-6 我們得到呢 46 那麼因此我們就得到呢 A的值 那就等於3 得到A的值等於3 我們就選擇 把它帶回呢 第二四 來求出B的值 所以呢 3加上B 那麼就等於呢 12 那麼因此呢 我們得到B的值 那就等於9 那麼接著呢 針對這個題目 我們剛剛呢 是從左邊 那麼結結到右邊 那麼現在呢 我們可能也可以這樣來做 也就是說從右邊 解回左邊來看 所以呢 我們在座標平面上 就來畫一條數線 來解釋這個解的意思 所以這個解呢 是從-2 那麼一直到-4 那麼這個解呢 是絕對值小一個數呢 解過來的 那麼因此 什麼叫絕對值 那就代表呢 在-2跟-4之間 有一個點到-4的距離 跟到-2的距離是相等 那麼因此我們就找到了這個點 那當然就是呢 -2跟-4 這兩個點的終點 那麼終點怎麼計算呢 終點就是2分之 -2加上4 那麼因此我們求出這個點呢 座標就是1 所以這個點的座標是1 那麼因此整個解的意思 我們就把-2小S小於4 利用呢 S減掉中間的這個點 中間這個點 我們已經求出來了 是1 那所以呢 S減1就會小於呢 4減掉1 我們得到是3 就會大於呢 -2減1 我們得到是-3 小於3大於-3 我們就把它寫成呢 絕對值的模式 也就是說呢 絕對值S減1 就會呢 小於3 我們接著來跟原來的題目 來做比較 這裡呢是3S 所以這裡是S 因此呢 我們要把它乘上3 所以呢 我們把它乘上3 那麼因此3乘上來S減1的絕對值 最後要小於這邊乘上3 那當然這邊也要乘上3 所以呢 這邊是3 那乘3呢 原來有的是3 所以呢 我們把它乘開來 得到的是3S減3的絕對值 小於9 那麼接著呢 我們就拿解到的這個式子 來個原來題目的這個不等式來做比較 所以呢 這裡是3S 這裡是3S 那麼題目呢 是減A 我們得到是減3 可見呢 這個3 那就是A的意思 小於B 我們這裡呢 是小於9 那麼可見呢 這個B 就等於9 意思也就是說呢 我們從這裡也可以得到A的值呢 是等於3 得到B的值 等於9 所以呢 題目要來求A跟B的值 我們利用了兩種方法 那麼得到了A的值等於3 我們得到了B的值等於9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第一個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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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要 您就會訂閱